同学们早安,今天三年级体育教育 我们看,我的体重正常吗? 现在来我们看一看,课本里面,我的体重正常吗? 一位妈妈带着孩子,他们到了一个超级市场 那么她就告诉妈妈说,她要测量她的身高和体重 测量过后呢,妈妈就告诉她,她的体重在正常的范围里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必须要知道 适量的运动与适当的饮食对体重管理和增强体质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根据刚才的故事里,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正常的指数呢? 今天来我们认识体质量指数,就是所谓的BMI 什么是BMI? 就是国际上用来评定胖瘦程度 是否跟你的健康的标准有的关系 现在老师讲,如何要去测量? 首先第一,你必须要测量你的身高和体重 当你测量身高的时候,一定要用meter 体重必须要以公斤KG为主 接着第二,请你扫描BMI的计算器 就是在课本65页里面,这个扫描 第三,最后的对照指标 你就知道到底你的身高和体重是不是正常 那么现在老师给你们看一个短的视频要如何做 那么好,那么今天老师教你们如何去测试BMI 你们翻开课本,然后这边有code bar你们scan scan好了,你们就按这个URL OK,打开了那个链接之后呢 你们这边要填两项东西 第一项就是它的重量、体重 一定要是KG 课本的例子是30公斤 身高课本给的例子是1.33 我们把它输入 然后最后按这个计算 那么计算出来的成绩BMI 17.0,看到吗?17.0 然后呢,你们就看看老师给你的指标 到底你在哪里? 到底你的体重正常吗? 你去看一看 那么现在老师解释这个指标 如果你测量过后 或者说计算过后 你的指标在小语 Gurang Darifada 18.5 所以意思是说你是低于正常的体重 所以要吃多一点 增强你的体重 接着如果你的BMI在18.5到25之间 那么你的体重就是正常 接着25到30之间 所以你是超重 30到35之间 一类肥胖 一类肥胖 35到40之间 二类肥胖 如果高于40 Lubi Darifada Ampatulu 所以你是三类肥胖 所以这个你必须要注意 那么根据刚才给的例子 老师再重复 让你更明白 他给的30公斤 就是他的体重 1.33米 是他的身高 那么打开了这个计算器 把它输入进去 输入进去后 你拿到的BMI 就是17.0 你就该看看这一边 老师给你的指标 所以17.0在哪里呢 所以17.0呢 就差不多在这个之间 所以呢 根据这个呢 你的身高和体重 就在于一个正常的水平 最后来我们重复 我们来复习一下 要如何测量 还记得刚才的三个步骤吗 1.测量身高和体重 2.扫描课本里面的BMI计算器 3.最后查看对照指标 那么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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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